一名落海釣客獲救時 已經全身貪軟無力 救難人員趕緊將他 濕透的裝備脫下 抬上單架 緊急送衣 救難人員手忙腳亂 就怕耽誤送衣時間 這起意外發生在 基隆市外木山 湖海路1.2公里處 現場擠滿救難人員 與好奇為觀的民眾 當時釣客落海後 警銷人員接獲通報 立刻趕往舒適地點 因為現場海域暗礁密布 大型船隻無法接近 救難人員只好派出 紅色橡皮艇迅速貼近海岸 發現釣客在海東漂浮 趕緊將他拉上橡皮艇 差點翻船 浪有夠大了 由於落海有一段時間 釣客已經嚴重失溫 所幸他有穿救生衣的習慣 不然強大的風浪 與海水的低溫 存活機率將大大降低 還有意思 他會喊嗎 喊了 他已經沒有力氣喊了 我不知道 今天浪滿大的 就直接漂到外海去 釣客送衣後沒有大礙 已經平安出院 警銷人員表示 基隆港海岸邊 雖然晴空萬里 風和日麗 但這種天氣容易讓人喪失警覺 忽略外海風浪很大 海釣民眾一個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大浪打入海中 發生意外 記者朱丁榮 周世平 基隆報導